阿虎咧? 他來了嗎? 他掉下去了 他掉到雨子下了 真的嗎? 好了好了 他斷掉了 欸 姑姑 早安 真的不來台灣地 欸 小虎 我們都忘記了 我們就現在 17度 但是覺得 就在哪裡 華獨人 不能拿錢一下 你可以 我現在才開始剪 昨天的影片 欸 曼特寧 隱藏版 飛機Delay 而且Delay延遲了兩次 那掏出來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那個磁鐵的鏡頭點 好 早安現在是 9點14分 還在家裡 今天回來台灣第一天 欸 小虎 嗨 你都不認識我了 你都忘記我了對不對 昨天跟你打招呼你害怕 今天回來是第一天 我一早起來 我一早起來那個 溫度喔 17度 但是覺得 那原因是因為 濕度的關係 待會我要早點去辦公室 影片先不解 因為實在太多人問我那個 傳輸線的事情 那廠商一直到昨天 才全速機出去 然後待會回去整理一下 再回給大家 不好意思 出去一個禮拜 很多事情都沒出 好 我先把早餐吃掉 然後到辦公室再說 你不認得我對不對 我們沒有把你拋棄 我昨天回來看到我們 害怕 怕看以後我們不要他了 對啊 我們有請我老婆和姊姊來 來 就是一兩天就來看他 他說後來幾天都看不到他 他說多親 但是飯還好都有吃掉 然後準備走 10點7分 我要讀了能不能拿起禮箱 可以 我剛剛的小朋友好可愛 好啦 我回家上班了 剛剛在路上還是有人在問我 洗洗頭 不好意思 我帶回到辦公室就一一回語 照理隊伍今天都收到 欸 老大 有沒有我的東西 有 有 有嗎 我先去 我先去好了 其實台灣也是蠻不錯的 回來的感覺 對啊 好 開始忙了 好 十一點五十六分 總算剛剛利用差不多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吧 這幾天那個磁吸線的單號通通會給大家 我自己就說我做網購 很沒辦法走開就是這樣 那像這一次是又很特別 剛好在出國之前 磁吸線團購 然後廠商本來是說沒有問題可以擠 那誰知道廠商忽然之間說 工廠那邊要搬 搬倉庫 那所以他們這一批貨應該比較多 所以請工廠那邊出 那工廠delay就變成出貨就delay 然後我在出國的時候又一直收到訊息 大家問我說為什麼都沒有收到磁吸線 對 變成我在旅途中間一直在回 回這樣類似一樣的問題 這是我們做網購有時候 遇到比較走不開的原因 那今天來很忙 我到現在還沒有剪昨天的影片 那待會一點半還有一個要來面交ELS 對啊 所以繼續忙 然後待會告一個段落再來剪 今天可能會很晚才上昨天的影片 不過總算回來了 總算回來了 都快過年了 所以事情比較多 那也謝謝大家的諒解 因為我在回答詢問的這些朋友的時候 他們其實都很客氣 都很體諒 這個部分感謝 好 繼續忙 好2點26 恢復正常的作型 好 我永遠想要你給我 我永遠想要你給我 我永遠想要你給你 我永遠想要你送對 2點35分去買點東西 待會有訪客 然後有空再來剪昨天的影片 好現在4點43分 我現在才開始剪昨天的影片 然後剛剛出去一趟 然後有個朋友來 有個朋友來來送禮 來又聊了一下 他送我這個 送我這個 油啊 反正過年的禮 那今天 因為我知道一定來不及 所以我就沒有趕著 要趕著立刻把影片剪好放上去 你們會覺得 怎麼到晚上才看到影片 那明天你們在看今天的vlog的時候 你們就會聽到我的解釋 因為這幾天出國每天都剪影片 老實講不輕鬆 我每天都一樣是4 5點 就起來了 只是前一天 晚一整天其實蠻累的 連續超一個禮拜 當然 對我來講 想要做的事情沒有不能做 除非身體不行 否則意志力可以克服一切 所以都做完了 那今天最後一天的我想說 既然我沒有那麼感應 沒有什麼行程 不像第二天要趕著去做什麼 不如今天放慢一點 我待會慢慢來欣賞 昨天最後一天 昨天最後一天的過程 待會剪完之後晚一點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再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這幾天出國 對於出國自住型的一點心得 因為有人問我說 例如說 你們一家人是住3個人房還是4人房啊 然後還有就是 你們交通都是怎麼查的啊 之類的 對 然後像我們來講 我們的語言並沒有很好 就簡單的英文 簡單的日文 再加上手語 也有人會問說 欸你之前不是有開箱那個伊犁啊 啊你有沒有拿出來用啊 欸不好意思我沒拿出來用 我有帶 但是呢 很多場合是我覺得不需要它 我不需要它 我就已經能夠處理了 我不可能 我明明可以處理的情況下 我還刻意拿那台出來用 那也太刻意 那台對我來用途就是 真的完全沒辦法溝通的時候 就用它來做備胎 在我能夠簡單處理掉的事情 我怎麼可能用一個比較慢的方式去解決 雖然它的翻譯很快 很快就可以把你的意思傳達給對方 但是我覺得我比兩下他也就懂了 所以這類的產品 說真的要看能用 看能用 有些人真的會很需要 那對我們這家人來講是 出去玩 帶的只是心安 但不見得也會用得到 4.37 好 開始講 我一個禮拜沒在這邊泡 比較出國那幾天啊 真的很 很懷念在 在 這邊泡咖啡 但出去不比在 不比在辦公室 辦公室最好泡 喔不多聊 好 待會兒剪沛影片再來 我們趕快快速把咖啡泡起來 走到你 哪用 找採摘 頂到你 然後 去找採摘 我 可以 後來 Facing you out That's true Now I get butterflies Just thinking about your eyes And that can't be all bad Things came up Things went down Maybe turn back around My spot is saying Screaming that I'm mad A big storm blew up A hurricane run in my coffee cup Carried me far far away And that's why I couldn't make it today Till I'm coffee shopping 就可以這個 下去 好 好 好晚安 現在是8點03分 我才在 我在轉檔中 還有一點時間 大概還要10分鐘吧 很多東西我都刪掉 我都沒放進去 所以減下只剩15分鐘左右 其實昨天飛機delay 而且delay延遲了兩次 不知道 原因好像是說 因為降落的delay 造成他們要出發的也delay掉 然後本來是7點20的飛機 直到八點半 八點半才通知我們登機 可是真正起飛都已經8點40幾分 然後到台北11點 7點多 比預計晚了一個小時 那我們有叫機場接送 約在外面等 然後昨天在過海關的時候 沖沖忙忙 我這個本來前面有一個 那個偏光鏡 Pocket 前面有一個偏光鏡 用磁鐵的方式 因為日本要出關的時候 它必須 你要把身上所有東西都掏出來 因為我把這個都放在口袋 我放在口袋 那掏出來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那個磁鐵的鏡頭掉 真的 因為在過關的時候很匆忙 就掉了 找不到 現在那個不見了 我滿喜歡那個 因為那個它是 UV鏡加偏光鏡 就是沒有ND 因為平常我用不到ND 可是大太陽的時候才用得到ND 那一裝上去你就懶了 因為偏光鏡好用的地方是有時候遇到 玻璃反光的時候你可以轉 它可以消掉一點反光 還蠻好用 可惜不見 然後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是 昨天在OLED買的 在OLED買的 對啊 臨時買了 這裡面有鋪眠 所以今天十幾度穿這個就差不多了 然後本來是要聊 你好像還有人私底下 那就來聊吧 就是 這次去日本啊 其實 我們差不多半年多前就訂機票了 那因為我對旅行的看法 我是 嗯 我不太會去算花多少錢 我不太會去算 都我老婆在算 那我想說 我都給他弄了 我不太會去算 那很多朋友都會用聯航啊 或是 或是 會找各種 有漏洞 或是有什麼促銷的機票 我們家這個方面不會 不太會 也沒有花時間去研究這些 那我們習慣都是做JL 那後來 大概知道JL是比較貴的 所以我們機票方面 我們是比一般貴一些 住的方面 我們這次住了兩家飯店 一家是 前兩天在京都乾熱 乾熱飯店平價不錯 然後我們住了之後 也覺得不錯 但是他略貴 好像兩天花了三萬多 然後來住的四天Cross 是在Hotel.com 是在Hotel.com那邊訂的 四天 好像是 兩萬多 兩萬多 對 跟乾熱比較 乾熱兩天 兩天就三萬 可是他四天兩萬多 那因為我們是全家出遊 我通常我希望是 不要太多變數的東西 例如說我不做聯航 因為聯航我沒有把握 因為他有可能會 delay 甚至可能不飛 當然有些朋友很厲害 我們是因為很少出門 所以盡量不要變數 那飯店部分 這次我老婆是 因為他上一次 自己跟姊妹出國 住到日式的飯 人家覺得日式的早餐 很特別 希望我們也可以吃 所以這次去日本那兩天啊 我老婆出錢的 那三萬多是他出錢的 對 這個部分要 要給他鼓鼓掌 對 那個是他出錢 然後 後來close是我出來 我出的比較少 但是就是出去 公費的部分 都是我 我這邊 反正就是看多少 我這邊換的 鈔票全部當公費 那後來沒花完了 我才去outlet那邊 把他花掉 然後有人問說我們四個人 那怎麼怎麼怎麼訂飯店 因為日本四人飯店好像蠻少的 所以我們這樣在close是訂三人的 三人的飯店 然後反正一家人就擠一下 沒問題 對啊 吃的部分 吃的部分 我們只有大方向 例如說一定要吃一蘭 一定要吃Hubs 或者 小孩想要吃大阪燒 那我只想要吃章魚燒 這幾個比較明確的就先訂下來 至於其他吃什麼 其實根本就沒有想法 沒有排行程 所以我到這要吃什麼 下一站吃什麼 都沒有 我們完全是走到哪 看到哪 像京都 京都 我們後來禮拜六回去京都那一餐 那個 那一家叫做澳丹 澳丹 是我老婆在台灣有稍微搜尋了一些 但是沒有一定要去 但那天我們從二年版那邊逆向上去的時候 剛好經過 幫那個新疆來的女孩子拍照 那個地方 就是澳丹 我們就進去吃了 而且我進去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要花多少錢 我老婆知道 我不知道 後來說她說進去一個人都要一個set 老餐廳要求還蠻高的 就是 然後她豆腐有分軟的跟硬的 那我們想說兩種都吃嘛 然後她既然有四個人要四個set 我們就兩個硬的 兩個軟的 硬的好像四千多日幣 軟的三千多 所以一套下來 我們是一家吃了一萬六千多塊 豆腐 湯豆腐 所以我在開玩笑說 那個去一次就好 去一次就好 我應該不會再去 但是沒有去 我會很想要去吃看看 就像昨天去玩服 玩服咖啡店 沒有去之前我很想去試看看 可是試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 原來她的咖啡還是那種日式的老 老咖啡店的那種味道 很黑 然後有點苦 聞的時候沒有香氣 對沒有香氣 然後喝的時候就是苦的 但是你加了牛奶 就變變好喝了 可是重點就變得不是那個咖啡 而是加了牛奶之後的味道 所以住的部分 住的部分我們 Airbnb試過一次 是去年在東京 試過一次 但是他們比較 我老婆他們比較不愛 我是OK 我是覺得Airbnb也不錯 但是現在日本Airbnb也管制 很多Airbnb的房間都不見 然後吃我剛剛講的 我們吃很隨便 很隨便 就是看到什麼就吃什麼 也沒有一定要吃什麼 所以在行程安排上面 我們是很 算很輕鬆 我基本上 我幾乎不知道行程 所以你們看到也說我在拍 欸我們待會去哪裡 對因為我根本 我很相信我老婆拍的 而且我不會有意見 大家開心就好 我覺得我都OK 所以就這樣下來 我都沒有去管究竟去哪裡 到任何地方 其實我也沒在怕 所以 所以就是到了 如果真的搞不定 就比手畫腳 隨便講 反正總之去日本 日本交通 吃的各方面都很方便 你只要準備錢 你只要準備錢 你只要在預算範圍內 你去你就 就不要去想太多 因為你有時候為省這個省那個 搞的半 搞半天之後 你會發現啊好可惜 那個該去沒有去 出去玩就是放 放開心去玩 然後大家開心就好 那回來這次我是一個新的嘗試 是把整個過程都拍下來 而且我當天就剪 因為我知道我如果當天不剪 就像第四天 part 2 我沒剪 到現在就還是沒剪 然後每天 我每天還有影片 還有工作要做 所以更不可能回過頭去剪 還有一點就是 為什麼我之前出遊影片 後來都沒剪 是因為出遊當下你記憶遊行 你要剪的時候很好剪 可是你都隔了幾天你要再去剪 你還去回想當時的情境 當時的心情 甚至你選音樂都會很 很 不簡單 所以我就變得很不太想再去動那個影片 所以 我是覺得 出去玩如果有 有時間 就趕快把它處理好 不管是影片或照片 你當下有去做整理啊 你之後就不會覺得整理很麻煩 可是你如果當下沒有整理 你適合要再整理 像我今天很忙 今天很忙 拖到現在快八點才在 準備昨天的影片 到現在還在80% 我到現在還在準備昨天的影片 我現在已經 八點十六分 我在辦公室 但我想我今天一定要把它弄好 大概上傳 算是 整個行程 整個旅行到這做一個 完美的結束 那我們運氣很好啊 確實這幾天幾乎沒什麼魚 只有最後一天在機場 才下雨 運氣很好 而且 你知道為什麼 本來我們到大阪之後 第四天 第三天到大阪之後 本來隔天 我們又要回京都 可是因為 看預報好像 禮拜六京都會下雨 而且氣溫會有一兩度 我們想 下雨 有水氣又一兩度 那有機會會下雪 所以我們才把去京都的行程 挪到禮拜六 那我們玩了這幾次 我們發現大阪現在已經 就是吃東西買東西而已 但是他幾乎沒什麼景象 大阪城那些 我們不會再去的 那京都很多地方可以逛 而且京都的美食蠻多的 京都的美食蠻多的 京都的美食蠻多 像我們這次很可惜啊 沒有吃到太多美食 大概是這樣 那整個行程 我是覺得不錯啦 蠻好玩的 那我並沒有特別想要買什麼東西 所以像去去奧類也好 或者去 Bit Camera 或者去藥妝 我好像都沒買什麼 我去去那 那個Loft買了一個鋼杯 Bit Camera Bit Camera Bit Camera我好像沒買 我買了一個蓮蓬頭 還沒裝 然後 去奧類買這件衣服 然後還有兩件 愛迪達的上衣跟褲子 還有一個背包 然後去 Under Mall買了一頂帽子 對 就這樣 那帽子是跑步用 不要輕薄 對 所以這次行程 我自己 方面我沒有花什麼錢 對 就還好 但是我拍了很多東西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 這個 這可能是我這輩子 最認真拍 旅遊的Vlog的一次 對 將來會不會這樣拍 不一定啊 我覺得這樣拍其實 過程中很累 還有我這次拍 我發現我這顆 Canon的M6 很好用 可是我發現他鏡頭 我不知道是 我今天在剪最後一天影片 我發現震動比較劇烈 不知道是不是防手震 看一下 這個鏡頭沒有防手震 我一直以為這個鏡頭有 對啊 那像Sony有防震 像今天Sony在這邊 我懶得用 我覺得這台比較好用 因為這台有翻蓋 所以這一次我去本來想說 如果有6400 如果有的話我會買 那就是我行程中最大支出 但是沒有就省下來 我會想要買一台6400 因為有翻鍵 我覺得 A73 不錯 但是 我每次要弄那個螢幕 我就覺得好煩 那這個一翻蓋 就可以拍很方便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後待會就回去 那今天大概是這樣子 好吧就這樣 還有我們的小虎 昨天我本來要拍小虎 但是 GoPro沒有 沒有 按到 那個小虎 看到我們回去竟然跑掉 他 我覺得貓 不知道是貓都這樣子 他幾天沒看到他 他就忽然 把你當陌生人 一直到晚上 他忽然覺得好像認識我 沒有跑過 很奇怪 很奇怪的 好啦今天就是這樣子 掰掰 買到了 阿虎咧 來了 幫你 開路 阿虎咧 他來了嗎 蛤 真的嗎 然後被勾住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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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等一下 不要急 啊 指甲斷了 這樣會怎樣 好啦好啦 斷掉了 指甲要被他抓到了 流血 指甲要被他抓到了 喔 手啦 把他到底是發生什麼 那一棟火袋 哇 手他流血了 kinderen 頭髮骨質 ence 腿都? 牌列整齊了 是咯 竟然 這些東西 全部塞在那個行李箱裡面 ais 很厲害 所以呢 這麼多東西塞的進去 一副花草 花草 滚掉 打开